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B 今次我們先回到日本 其實除了去東京之外 也提過我有去霜根那裡玩 我們就在霜根那裡 預約了溫泉酒店 住了兩晚 不過開始之前就先戴頭盔 這些片其實我是7月頭的時候去 即是排污水之前去的 我自己本人對排污水這件事 就沒有什麼特別強烈的意見 我覺得這些是個人意見 大家自己怎樣想呢 你自己去選擇 Anyway 其實我都知道 現在有很多人都已經不去霜根 可能轉了去別的溫泉區 比如草津那些 但是我們為什麼選擇霜根 是因為它夠近 由東京坐70分鐘左右的火車 就已經去得到了 另外就是我自己本身沒去過 沒去過就等於新鮮 之前做了一些小小的資料搜集 所以我們都跟很多人同一樣 買了一個霜根的周遊券 這個周遊券的方便之處 就是因為你可以坐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 那你在霜根裡面 譬如坐巴士 火車那些 完全是不用付錢的 只要送你那個周遊券給它看就可以了 而周遊券本身也都包了你 由東京入到霜根那一輛火車 technically 我們是由新宿上車的 它包的就是一個普通的火車 即是站站停那一種 但是你可以加少少錢 就可以坐浪漫的特快火車 沒有記錯的話 中間是停三或四個站 就進去霜根了 入鄉隨俗 逐多學一下日本人 他們坐火車一定要買便當 不過我們那一天是吃完早餐才來的 其實就真的不太餓 小小的 所以就只買了一些銅鑼燒 飯糰、飯糰、咖啡 便當是便當真的吃不下了 另外就是這個浪漫列車 是有滑位的 那就不要隨便坐了 還有要確定你想適合你的車卡 因為它這個火車去到某一個站 會分開的 某一些卡數就會去別的路線 而另外那些卡數就會繼續去霜根 70分鐘的車程其實就真的很快 尤其是我們北米回去那些 坐兩三個小時的車 根本就是濕濕碎小時 那天到達霜根的時間 都是比較早 所以你看到店鋪都是剛剛開門的 所以我們都沒有在榴槤太久 而直接就坐了那個登山線上強羅 對了對了 先說回來 我們這次其實就住了兩間不同的酒店 一間就是強羅 第二間就是在雙根湯本站附近 但是我們自己是非常之喜歡強羅那一間 所以這條片就會集中在介紹強羅那間酒店 雙根那間我們就覺得普普通通 所以就浪費時間去介紹 而如果你都是買雙根周遊券的話 這一輛登山火車也是包賣的 大概半個小時的車程 就由雙根一路上到強羅 沿途其實就沒有什麼風景看的 不過特別之處就是它是因為登山 所以它是走一個Z字形這樣上去的 還有一路的火車其實裡面都有一些廣播 就介紹一下這個區域 這條路線的特別之處這樣 爬了千多呎之後就來到強羅站 我們現在就打算去酒店那裡放下行李 房間就沒有得拿過了 不過放下行李再去玩 暫時都還未是好餓 所以遲些才再吃東西了 我們這次在強羅的那間溫泉酒店 就叫做翠雲 是一間比較細小的溫泉旅館 大概是四十多間房間左右 而且入住的年齡是有限制的 如果你是小學生或以下的年紀 你就抱歉了 等你大一點才可以來住 由車站走上去我們家酒店 其實路程就不是很長 不過就要上山 再加上拖著行李 所以走上來是有少少吃力的 大概15分鐘的路程 不過後來我發現了 其實你可以坐剛才的纜車 坐一個站下車 就變成可以由酒店的上面走下去 這樣就會舒服很多 這間就是我們這次要住的翠雲 不過說過了 還未有得拿房子 先放下行李 接著我們上大沖谷玩 上大沖谷 首先就要走到強羅的車站 坐這輛纜車 如果你是買了周遊券的話 這些就全部包了 所以不用煩 又要買票 那些這樣 講起周遊券 就有兩種 一種就是實體票 你就要去到日本的時候 在車站買 如果好像我們這樣 在加拿大那裡上網買 你就會有一張Digital 在手機那裡的票 但是如果你是好像我們這樣 用這一張Digital的票 你就要Make sure你有Data 因為你每一次出入閘口 你都要Refresh你的手機 它那張票就會有個火車在動一下 那要動一下的話 它們才收貨 如果不是的話 它們不會讓你入 我覺得用手機的票 好處就是你不用怕不見了 但是要Make sure你有Data 才可以 Anyways我都會Post 那條扣票的連線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有興趣的自己可以去看看 另外就是 雖然我沒有拍到的車廂 但是香港那一種 又有另外一種刺激 因為你個人斜了 那樣的 整輛車連上停站 大概是 如果沒有記錯 15至20分鐘左右 那就會去到 祖雲山站 祖雲山站 這裡其實是一個轉車站 就是讓你可以轉乘 那輛吊車上大沖谷 那這輛車站 都有一些店舖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給你摘一下腳 如果你和我們一樣 如果不想逗留的話 那就直接去釣車站 那裏等釣車 每一卡的釣車 大概坐到10 鬆個人 就好像滑雪山那一種 而這個釣車 整個車程 大概也是15至20分鐘 還有它有一個 很特別的賣點 一會再告訴你 是什麼 衝啊 這個賣點就是這些蒸氣口 這裏這一帶都是屬於雙根火山的範圍 那這個其實就不是一個火山口 而是一個山崩形成的 好像一個窩位一樣 詳細是怎樣形成的那些 我就不在這裏說 免得悶傷大家 不過只看著那些蒸氣 和硫磺的聲音噴出來 都已經夠壯觀了 另外再加上很濃郁的硫磺味 所以跟它另外的那個名字 地獄谷都挺貼切 那其實大沖谷都是一個遊客區 所以都是例牌那些 買下手信 買下小食 吃下它那隻黑雞蛋 另外就是如果天氣好的話 其實有一個位在停車場附近 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 但是我們這次的旅程 真的跟富士山無緣 天天的天氣都很蒙茶茶 所以是隱隱約看到那個形 不過就看不到山 可惜可惜 不過玩時玩 記得看最後一班吊車幾點開 如果不是錯過的話 你想下山也挺麻煩 好了回到我們這間酒店 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有房 我很喜歡這種小小的旅館形式 加上它有很多樹 有水 又有魚 我覺得很舒服 很正 未進去已經覺得很正 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所有東西都鋪上了 即是告訴你 是不可以穿鞋上去的 那你就要在門口脫下 你雙鞋 放在鞋櫃裡 直到你check out那一天 才會見你雙鞋 其餘的時間 你也可以穿木劇 拖鞋 或者就這樣穿襪 到處走都行 上房之前 記得選好自己的Yukata 和日用品 我們這次選了這個 就是一個二人房 屬於西日式混合的設計 就是望一個庭園的景 另外還有自己一個室外的浸浴地方 傳統的日式設計 你進來有一個圓關位 讓你脫鞋 之後還有一個powder room 他們的設置是用綠茶做的 是有陣陣的綠茶芬芳 拖開到木門之後 就是一個廳 這裡就有你的梳化 機仔 梳妝桌 雪櫃電視 什麼都在這裡 而現在在你鏡頭的右手邊 就是睡房 有兩張單人床 雖然沒有木門隔開 但是它有一堂點可以放下來 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廳房分隔的效果 而全房和外面的地方 一樣都是鋪在榻榻米 出來除了露天的浸浴地方 還有一個露台 讓你可以坐一下 喝咖啡 休息一下 不過浸浴之前 當然要洗一下沖身 這裡有一個站立式的沖身地方 還有一個洗手盆 可以在這裡擦一下洗臉 這次訂這個溫泉旅館 我們最主要就是在房間裡有一個私人的浸浴地方 但是同時間看照片的時候也很怕夠不夠大 坐不坐到兩個人下去呢 這個浴缸是絕對夠我們兩個人坐下去 甚至乎三個人都可以 簡單介紹完房間之後 肚餓了 但我們不如去吃飯吧 住這些溫泉旅館 就會包晚餐和早餐 晚餐多數都是淮石料理 我們現在去看看有什麼吃 我個人認為住溫泉旅館 不吃淮石料理 體驗就好像不夠完全 因為現在開始有一些溫泉旅館 會做自助餐 或者吃西餐 自助餐 我真的覺得有點穩困 不過最完美的當然是可以在自己的房間裡吃淮石料理 這樣就最高級最棒了 我們今晚都有機會在房間裡吃 不過是餐房 就不是自己的房間 你看到餐櫃蜜麻麻 就知道多東西吃 因為淮石料理 你知道很多一小碟一小碟的 另外還有一些主食是可以選擇的 而且我覺得吃淮石料理真的不要選擇 什麼都試一下 最多不喜歡才算 反正都是小小的一口 其實說真的 時隔這麼久 有很多東西的味道 我都不太記得了 不過是好吃的 而且食材很新鮮 還有因為它很多東西會選擇當時季節當做的食材 也有很多東西可能是本地附近提供的食材 所以非常新鮮 再加上東西又這麼漂亮 只看都已經很棒了 所以是視覺和味覺的享受 鯛魚 我想我這次在日本已經不知道第幾次吃鯛魚了 但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喜歡吃鯛魚的 而且吃了舊舊都很新鮮 始終他們是沿海 那些魚就在那裡 適合我們這些喜歡鱗魚的人 主食方面其中一個就是和牛壽喜燒 三個不同油脂分布的程度 還有野菜 另外就是一個鯛魚的火鍋 我有說過我很喜歡吃鯛魚 不是的 其實因為要拍片 所以每樣都叫一款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我也會選壽喜燒 因為剛才已經吃完鯛魚 現在再吃魚的話 其實已經是重疊了 壽喜燒分關西東兩款 但我們今晚其實是想做關西 不過一個錯手就先加了菜 應該是牛肉先加鑊 然後加湯 然後最後才加菜 所以我們這個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大家不要跟著我們這樣做 又或者如果你再煮一些高級的 那些又專人當你做完 那就不用煩了 不過anyways 其實只有幾片食材 分別都不會太大了 如果牛肉本身質素不好的話 話說你下鮮下鮮下鮮 都是不會好吃的 這裡的和牛就沒有說給什麼部位 不過你很明顯看得出 是有三個不同的油脂分布 而且因為燈光的問題 所以拍出來好像不太好看 但其實牛肉質素是好的 充滿油脂香之餘 入口即用這些是必定的 所以都是非常美味的 不過受喜燒湯底是帶甜的 所以未必每個人都會喜歡 我的鯛魚鍋 湯底也是淡淡的醬油風味 魚就夠新鮮 非常之爽脆 也非常之有魚味 清清的感其實都挺正的 當你吃到前面有碗飯 跟著有碗湯的時候 你就知道餐的尾聲已經來臨了 飯就可以選擇鰻魚飯和櫻花蝦飯 當然是每一碗都試試 鰻魚燒得挺香的 不過我自己就比較喜歡櫻花蝦飯 因為它有少少油脂在裡面 吃下去的油香感豐富一點 有少少像我們那些辣味糯米飯的感覺 喝麵糞湯 然後再吃白肉桃 這個白肉桃是很好吃的 我不懂得解釋 不懂得形容 總之很香土味 是有點甜的 但非常之香土味 很好吃 吃完了到處逛逛 在Basement那裡 就是一個好像這樣的Lounge Area 都忘記了提醒 這間酒店的飲品是全包的 還有一些小食都可以拿的 飲品是說酒精和非酒精都是全包的 所以是有點像我們這邊的 All Inclusive Resort 另外這裏晚上10點到10點半 是有一個宵夜的拉麵吃的 但是時間是很短的 過了就沒有了 其實我很少喝酒 不過看到那部自動砧啤酒機 很想去做它 糟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錯了步驟 為何針了一杯奶色出來 那杯奶色我就倒了 都是吃雪條算了 除了我們自己房裡的露天風呂之外 還有這一種好像私人形式的風呂 有三個 不用預約 不用付錢 總之你見到燈沒有開 即是沒有人用 你就可以進去 但是我只拍了一個 因為另外兩個有人 當然還有那種傳統的大型溫泉 暫然舒服了 人都睡得好一點 第二天睡上一杯職膜咖啡喝一下 做咖啡的時候 順帶提一提 我們這次預約了多少錢 這間房間 我們7月份預約的時候 就是兩個人的尺寸 包了晚餐和早餐 房裡也有一個自己的私人露天風呂 總共連稅連益 大概是600元 就不算是貴 但也不算是便宜 即是宗宗廷廷的價錢 香港人的精神就是 不要吃虧 吃自助餐 有那麼多吃那麼多 一定要吃些貴的 吃到自己肚脹脹脹 而這間房間 有一個私人風呂 當然是有那麼多浸那麼多 浸到脫皮為止 浸完再下去吃早餐 早餐其實也是好像晚上懷食料理那種風格 很多不同的小小的東西 跟著有很多一杯杯的東西 再加上有一個即刻做的豆腐 還有任吃的白飯、粥、麵士湯 不過早餐就一次過給你 就不同的晚餐 晚餐就是逐樣 另外通常早餐會有西式和日式 我們今天兩個選擇的都是日式 因為真的沒什麼興趣 都是吃腸仔蛋 吃完之後 其實都是時候要回去收拾 因為他都很早檢查 11點鐘就要檢查 還有拿回兩天沒見的鞋 哈哈哈 Overall這裏都是一間比較新的旅館 所以所有東西都很新的 員工的態度都很好 前台有一個女生英文是非常之好的 溝通完全沒有問題 而我們晚上吃飯的試應 基本的英文會講 不過一再講深入一點 就是沒有辦法自如地對答 另外就是喜歡這裏環境比較清淨 因為房間數量始終比較少 而且沒有一些太小的小孩 我不是說對小孩有偏見 不過有時候有小孩真的會吵一點 這是不得不承認的 其實我們這裏查到之後 會到湘根湯本那邊住多一晚 不過那間酒店 我就覺得普普通通 所以我都沒有浪費時間去拍了 就和大家在湘根附近逛逛 看看這個出名的鳥居 還有其實這次的湘根 我們是放在我們旅程的最後 所以其實第二天查到之後 就已經直接去機場上飛機了 我之前還有拍了一些日本的影片 例如迪士尼那些 就看看遲些有沒有時間 才再展給大家看 也很感謝大家 這次和我一起去這個旅程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